这位领导人非常的棒 怎么说呢 他是一个 就是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那种心态 无时无刻都是 有什么事情发生都好 他都会换位置 思考别人怎么去想 而设想的一位领导人 他是以前 非常非常排斥 这个公司 也非常的排斥这个产品的 然后在2016年 参加了一场 领袖表扬大会 然后从中听懂了一点点 然后说 试试看吧 那试试看 可不可以在这个行业 从一位歌手 突然间转换了 在这个reway的这个平台里面 创业 然后真的 他是来自中国的 所以中国的资源 老实说不是很多 同不同意啊 可是他可以自己一个 非常的付出 非常的坚持 而做到我们现在的那个 聘机啊 荣誉领队飞马三的 那让我们热烈的欢迎 我们的荣誉领队飞马三 罗拉反馈�를 马三的东西 各位如宇国际的伙伴们大家晚上好 还有我们各位今天可能被邀请来听这样一场见证大会的来人们大家晚上好 还有我们如宫国际组织的各位伙伴大家晚上好 有多少是我们如宫国际组织的可以会会想让我看一下吗 最近我们这个组织刚刚被老板赐名 所以今天也是我第一次以这个如宫国际组织的议员站在我们新加坡立会国际的舞台上 那么首先也很感谢公司给我这个机会 两天前的晚上我刚刚从中国飞来新加坡 那么今天也是非常的高兴有这个机会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来自中国 06年就以一个歌手的身份 职业歌手的身份来到新加坡 成为职业歌手之后呢 其实你们看我这个样子哈 歌手嘛这个行业 青春饭肯定是希望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所以一路来我都是一个注重保养 也注重健康爱美 怕死怕病的一个人 也是尽量有一个生活好的习惯 那么今天其实第一次来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很幸运 也很荣幸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队的人 你的好朋友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希望你能来这个地方了解一下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产品 什么样的公司 我们一起来揭晓这个答案 那么第一次来的朋友 我希望建你们大家的双手 给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会场的 来一个热烈的掌声 因为你们很幸运 你们很幸运 可能有一个机会 有一天 也许今天一直来了解 以后会加入这间公司 而且可能会比我幸运很多 我当时就是非常的抗拒 因为在15年的时候 我身边就有朋友 跟我有聊到这个产品 说这个露胎素 吃了会怎样怎样 他也跟我说 你可以来听一听 但他并没有说 跟我说得很详细 所以我也很抗拒 以至于什么呢 以至于我错失了一个 可以推荐到 日威国际冠军的机会 怎么说呢 我们的如风国际组织的创始人 大家知道是谁吗 Celeste John 没错 也是目前我们认为国际的 全球总冠军 Celeste John 那么其实早在09年 我就跟她是同事 那么明明我是在之前 我比她之前就听说过这个产品 也听说过这间公司 但是我很抗拒 我不愿意来了解 我也不想知道 所以你想 如果我早来了解的话 是不是有机会 不能说我一定可以推荐到他 是不是我至少有一半的机会 可以推荐到一个国际总冠军 有没有理由 所以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 你们有福气了 至少你会比我幸运 有机会可以推荐到下一个冠军 好了 那么今天也想借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聊一聊 那刚才有说到 其实一五年 我身边就有朋友 新加坡的朋友跟我说过 那我想在场也有很多 甚至坐在前排的领导人 一开始听到这个产品 听到这种模式 直销 也许我们可能都没有 接触过这个行业 但是我们都会很抗拒 我们都不愿意去了解 那么我当时也是一样 直到后来2016年的时候 我们的也是我的老同事 Celice John 他当时刚刚坐到飞马 2016年的12月 其实说实话 因为他之前也有来跟我聊 是吧 都来跟进 我都会很抗拒很排斥 那么他以一个 就是说让我欠人情的方式 欠他一个人情 我是属于还债的 还人情的 他说公司要表扬大会 让我去捧场 我说那好吧 因为欠他人情要还嘛 就是我去的时候 是穿着防弹衣去的 因为我想一下 公司的表扬大会嘛 我也看过很多演唱会 新加坡失恋体育馆 我也去看过很多明星的演唱会 我总觉得这种应该不会怎么了不起 是吧 自己好像也自认为 也见过一些世面 所以我去了之后呢 当时我还记得我是不是另外一个 也是Celice的一个干姐姐 我们去坐在远远的看台上面 然后我们就私底下聊天 那那那你看 这种公司啊 就是来洗脑的啦 就是来怎样怎样你的啦 但是说实话 两三个小时下来 我自己找到了答案 因为我从06年就来到了新加坡 我也知道新加坡是一个怎样文化的国家 新加坡当然 法律也很严格 然后人也很礼貌 然后呢 环境卫生也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当然在新加坡还有一个文化是什么呢 爱投诉的文化 是不是 有没有 新加坡是不是爱投诉 食物不好吃 不新鲜你可以投诉 邻居家大深一点可以投诉 邻居旁边炒做这个咖喱味道太大了 你可以投诉 所以在16年的时候 我在新加坡已经待了10年了 我想这家公司10年 当时是8年 8年的时间靠一个产品可以走到现在然后2万人的会场 关键让我最最感触的是什么 我和The Less都是专业职业歌手 我们一直都希望有一个大的舞台 但是在任何行业想要成功都是很难的 大家同意不同意 也许我们这辈子我们都有一个身为歌手 我们唱的也不错是不是 但是要想在这个行业你要想成名成家真的很难 我们也希望有个舞台可以得到表现可以得到认可 但是我们唱了这么长时间 从来没有在一个2万人的新加坡的室内体育场 然后一个升降舞台 他当时Selix穿着一身白色的晚礼服非常的美 一个升降舞台把它升起来 四面都是观众 他迎来了所有的掌声 当时这个画面对我感触很深 就是在任何行业你要想成功都是很难的 但是他在Reway仅仅7个月的时间做到了最高值集 那么我们中间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那么我也在想 我们都是会思考大家同意吧 我们看到了之后我们就思考 那么当时我来新加坡也这么长时间 也知道新加坡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 法律有多么严格 那么一个公司八年的时间靠着一个产品 可以让这么多人首先帮到健康 然后再给予他在那个行业的肯定 拿到一定的成绩 所以我想哎呀这样不然就试试看 其实前面有很多人跟我说过 我都不愿意去直到那一场的领袖表昂大会 我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 那么刚才我讲到我是职业歌手 我怕死怕病怕老怕丑 我一路来也都会有保养的习惯 买一些去GNC啊 买一些营养品来吃啊 维CVD啊吃一大堆酷干的啦 呼吸盖几乎是从头吃到脚的那种 也没有觉得有多么了不起 也许这也是因为我们对保健品 营养品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认知 就是感觉吃了不疼不痒 那么即便是我这么爱保养身体 在2011年的时候 当年呢 我30岁 这么一说来也暴露我今年的年纪了啊 当年我30岁 还很年轻耶 对不对 30岁还是刚刚开始的一个年纪 可是就在2011年的时候 我的头发 当时就是斑秃啊 俗成鬼剃头 就是大片大片的不见 然后呢 我当时很害怕 我觉得完了 我应该是得绝症了 所以我就去新加坡的 Ravis Hospital 去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 那也是我第一次 做一个非常全身的检查 我还记得花了一千多块钱 新病 然后就查出来什么呢 甲减 甲状腺激素分泌过低 那是2011年的时候 然后我就 然后医生跟我说 这个病呢 就是说不是特别严重 但是如果你要吃药呢 就要一直吃下去 那我本身你也知道 我是个很暗美的人 我有怕吃药物 副作用很大 是吧 万一激素啊什么的 吃到这个脖子粗脸大 干嘛的 所以我也没有吃药 那么后来我就想 医生说 那你要关注这个甲状腺 定期来检查 因为怕它会节节啊 癌变啊 那每一年我都去定期检查 而且我会比之前 更加的去注重我的身体 一个好的习惯 所以我已经觉得很努力了 自己已经很注意健康了 也坚持运动了 但是每一年定期检查 都是假减 假减 假减 一点都没有改变 新加坡话叫怎么讲 叫 是不是这么说 就是你很 你已经很注意保养身体了 然后你每年还是这样子 甚至到15年的时候 检查结果还多了一条 不仅没有得到好转 我还多了一个什么呢 因为当时想保养嘛 又买一些燕窝来吃 每天吃一点点 还觉得不过瘾 每一天炖一盏来吃 吃到15年 我再去提点的时候 还多了什么呢 死激素很高 就死激素高到 当时医生跟我说 你是不是怀孕了 我想没有啊 我这个刚刚生理期结束来检查的 我自己怀不怀孕 我自己不知道嘛 然后我还问医生 我说这个磁激素高 是不是会怎样 我说是不是比较有女人味 所以 这个医生说不是 女人磁激素高呢 比较得跟女性有关的一些 子宫啊暖巢会长东西 哇 你知道我很 我是很 怕死的 知道吗 我很怕死 我第二天又约了一个 去做B超啊 我怕暖巢子宫长东西 好彩是没有 但是磁激素一直很高 甲状腺激素分泌又很低 啊 这就是很矛盾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有一个就是 我还有很多年 已经是长期的顽固性的便秘 只能靠吃这个叫空便茶 或者在 呃 这个叫什么 波森 屈城市里面有卖的叫做 sleeping tea 就是瘦身茶 因为它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 排泄的一些 大家都吃饱啊 都是吃这些 可以 才让你 可以 不至于 那个 解决人生 这个每天办大事的时候 那么痛苦 所以 有时候我们觉得人啊 他这个健康哦 你不要说 是一个什么 呃 三高啦 糖尿病啊 痛风这些了 就其实就一个简单的便秘啊 长期顽固性的便秘 其实都很困扰你 因为要知道 吃通便茶 你是不会有那种 你是说来就来的 有时候你在 飞机上也好 或者就是没有 高速上 在驾车的时候 你是突然要去找厕所 那么那个真的是急得满头打扮 所以一个人他 怎样迈上更健康 他是有一些正确的关联和理念 但是为什么我们都会排斥 吃保健品 我们总觉得 一个人有病 就应该看医生 有病就应该吃药 得了癌症 重疾就应该放疗化疗 或者用激素 我最近身边还有个好朋友 跟我也认识很多年了 最近突然左边耳朵失聪 突然的听不到 医生给他做了全部的检查 什么CT也照了 什么扫描 什么都做过了 查不出来原因 医生也跟他说 你这个导致你一个耳朵失聪 有很多原因 但是他不知道 他身体 因为他所有的检查的结果 都查不出来 有什么任何异样 说他人很健康 然后就用激素给他治疗 那激素是好东西吗 激素的货重用很大 是不是 所以这个他是 怎样迈向更健康 他一定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和观念 那么今天是见证大会 我就不在这边 讲过多产品这一方面 那我再说说 后来因为去了这场表扬大会 15年 刚刚说到15年 磁激素也很高 还有顽固性便秘 那16年底我去参加了这场表扬大会之后 我想行 因为身边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吃了以后拿到的这个不错的结果 我说试试看吧 毕竟想要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国家 以一个产品 当时我们还没有美容产品 16年 当时还是第五代 我说能够走到今天 应该 是吧 应该 可能 有时候尝试一下 也许会自己有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我想 这个产品也不便宜 即便是像我这样 愿意给自己花钱保养的人 确实买一套 你觉得OK 买一个大疗程 还是有点心疼的 然后我想 那这次我要吃的话呢 就不要吃通便茶了 那排掉 如果说把自己的这些吃的 再排掉的话 那么是得不到好的结果 所以我想 把这么多年 一直吃的通便茶也停掉 然后每天四颗 大家想听 很夸张 因为我 从小到大 都有便秘这个问题 就是第一天 吃了四颗之后 我竟然 当然不是特别 通胀 今天讲到就是 这种很私密的都说的 不是特别的通胀 但是已经好很多 因为要知道 以前我如果不喝通便茶 我是可以几天 不去办大事的一个人 值不值得一个掌声 然后吃了三个月吧 吃了三个月 就刚好又到我定期 去检查的这个时候 竟然 磁激素平衡了 就是超高的磁激素 降下来了 再半为止里面了 然后从 11年就有的 甲碱 甲碱也恢复了正常 值不值得 再来一个掌声 所以 这个产品 它的价位 也不便宜 是不是 我觉得我也是一个 孝顺的女儿 从06年 来到了新加坡 我又是独生女 没有机会 经常陪在父母身边 但我自己吃的这么好 我是不是希望我的父母也可以吃起来 那你说 一套两套是可以买个一新 很快就吃完了 一加三口吃 真的很快就吃完了 那你说 如果我父母都吃得很好的话 我会怎么做 我要再买一个一新 哇 又要掏 两万多新币 那我会怎么办 如果产品又吃得好 而且它是无可取代的效果 虽然我之前是个歌手 我身边很多认识我的 包括 今天也有一些 我认识蛮多 蛮久的朋友 都知道我以前在歌 作为歌手嘛 肯定都会 比较 怎么说呢 高傲一点 比较好恋 新加坡话叫做 福建话叫做好恋一点 但是这个东西又好到 你会 很兴奋的 跟身边的人去推荐 那么当然 当时我还没有辞职 不做歌手 那 直到是我看看 应该是 三天一两夜的一个课程吧 当时 我们的团队老大 Celix John 他 他就说 这个课程一定要去听一下 他说 这可以改变你一生的一个课程 老板 亲自授课 在这里有 上过三天两夜课程的 可以举个手吗 我们都是同学来的 这个课程说 你上过之后会改变你一生 彻头彻尾的改变 脱胎换骨 我觉得人生也不能白来一趟 如果有一个再次可以投胎 可以让你改变人生的机会的话 我觉得值得去一次 那么我本身是个歌手 为什么喜欢唱歌 其实人都是希望得到认可的同意吗 希望在一个平台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 得到自己的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 那么做歌手 年轻的时候 又是比较轻松的工作了 对吧 收入来的也比较 说实话 就是比较容易一点 在同一个人当中 赚钱比较轻松一些 又是自己喜欢的行业 虽然我爸爸非常的反对 因为我爸总觉得应该找一个稳定一点的 可以做得长久一点的家人嘛 都希望自己可以稳定一些 长久一些 不要做这种青春饭 但是在我一开始选择唱歌的时候 还没有来到新加坡之前 我爸爸是非常反对的 他曾经跟我说过 他说如果你选择唱歌的话 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 我真的像拍电影一样 但是他说我给你一分钟考虑 当时那个一分钟 是我人生当中过得最快的一分钟 然后一分钟过后 我爸就问我 他说你决定了没有 我说我要唱歌 其实当时想法很简单 一个就是因为唱歌 是自己的一个爱好 然后就是很年轻嘛 也不懂事 也不懂得父母的这种用心良苦 我竟然就说 不管爸爸要跟自己断绝妇女关系 也要坚持选择唱歌 那么后来爸爸也看到自己 就说还算出于你而不然吧 总觉得那个环境不太 比较复杂 但是看我唱了几年之后也还行 那06年又来到了新加坡 但是其实我爸一直都希望 我可以找一个 稳定一点的 能尽快的转行 你想我是一个这么坚持 就唱歌一直不会放弃的一个 直到我参加了老板的那一个 三天两夜的课程 当下我还记得是六月 六月我说我要马上辞职 不值得来个掌声吗 若微真的很会改变人 因为他让我们懂得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尤其是在我们可以有效的 可以真正掌控的时间 对吧 我们人按照平均年龄 活到大概75岁 平均了 真正能够用的时间 可能也就剩 因为你还要出去睡觉 吃饭 对吧 发呆坐飞机 等车 出去这些时间 可能真正我们能用到的时间 很少 也就那么 一两千天 可能都没有 所以在当时我觉得 我不可以再这样 做一个自己喜欢 但是看不到结果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才当时决定 辞掉歌手的那个工作 来全职做瑞威 尤其是在我看到 这个产品无可取代的效果的时候 那么 也是从身边的朋友开始推荐 而且公司有这么多的会议 也就从17年之后呢 也慢慢回国 回国开始 从身边的朋友 因为产品好 产品它是会说话的 大家同意吗 同意 那么从17年到现在 我自己的团队呢 也有三位 他们都在中国 其实在中国 刚才我们的 Amy是吗 Amy有说到 确实在中国的资源比较少 尤其是在我们自己的城市 香港虽然要有分行 那么也知道这个疫情 三年大家行动受到了管制 也都闭关锁国中国 所以做起来非常非常难借到力 那么今天我也想借着大家双手给我远道而来 今天凌晨三点半刚刚下飞机的我们男女的伙伴 你们在哪里 给他们一个掌声 今天凌晨三点半刚刚来到 今天他们踏进这个公司 看到之前久违的 都是我们在照片里面 视频里面看到的会场 今天他们可以亲身坐在这个会场 我觉得我真的代表公司 代表团队 欢迎你们的到来 辛苦了 航班临时取消 本来是8号晚上到的 后来航班临时取消 又换了航班 不远万里来到了新加坡 就是希望能够看一看 之前出现在视频里面 出现在照片里面的这个公司 我们的会场是怎么样的 然后今天我觉得 哇真的 我也后悔今天没有邀请多一点人来 真的 这个今天我们公司 你看 还有准备盒饭给我们吃 然后还有准备了这么精美的礼物 公司这么大间开在这里 我们在中国真的是 甚至我们有一些伙伴 连这个包装袋都没有看过 也不知道去柜台取货 是什么样子 我们最近刚 因为很多伙伴是疫情三年当中加入的 每次都是看视频里面 是视频里面的画面 我前一阵子回来 从去年8月可以慢慢出国 我有来到公司 然后呢 你们知道 国内也缺货嘛 我就拿着那个密封的袋 那种Zip Lock的那个袋子 大概也就这么一小袋 里面可以装一套的货 然后我就开玩笑 跟朋友说可以 这样一旦你拿回国 跟人家说3988 人家会买吗 完全在我们国内没有包装袋 盒子也看不到 因为都很重 所以上个月 我们的伙伴 哦就是这个月吗 哦四月 就是我们的香港区四周年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些南京的伙伴 南京的伙伴 去到了这个香港分行 自己去柜台给货号取货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兴奋 因为这三年来 他们从来不知道 这个取货的过程是什么样子 真的很兴奋 所以我觉得在每一个有自己分行 特别是新加坡 然后今天可以有这样的 我们知道可能今天有一些新朋友 不太了解这间公司的朋友 你们可能没有这种感触 你说这么大的一个一间公司 然后有这样的多工能厅 在这里你不需要花一分钱 你买你花3988 哪怕只是买一个疗程 哪怕你买一个大疗程 买给家里面 是让他们可以身体 让他们更健康 然后可以 我觉得作为女儿来说 我是希望父母可以无疾而终 不是说今天这个产品 吃了以后 它就可以长生不老 就可能不会生病 但是我觉得人最幸福的 尤其是当儿女的 我觉得这可以让父母无疾而终 这个是这辈子可能最大修来的福气 那么你买产品 它只是让他们更健康 让你自己预防保养先 那么公司它背后给你的一些支持 公司 总公司 多功能听 还有团队一起合作 这个是这3988之后的 那么今天还有前排很多的领导人 还有我们新加坡的第一人 我们的Dato Everon 给他一个掌声 原来新加坡第一人 15年前公司什么都没有 刚才这边有放 我们新加坡总部 这个从林开始起步的那个视频 我刚才就坐在Dato Everon的旁边 我在看他的神情 我想他从15年前加入这家公司 什么都没有 第一套 第一代的这个Pertier 没有见证 里面只有五个成分 当时15年前08年的时候 新币就卖3688 没有见证 我想问你 你会买吗 没有这样的多工聆听 也没有任何人吃了以后的 这种结果告诉你 我想问你 你会加入吗 那么当时 Dato Everon他加入了 他还15年前 他就加入 然后现在还在 你要知道在很多这样的 以这样模式存在的公司 他可能都 人可能都不需要来了 你觉得我们的Dato Everon 还需要今天来吗 还要上来分享他的故事吗 他可以不用这么做 甚至我们的公司的老板 在今年2月份 我们的总部刚刚开幕的时候 他召集了所有的600多位 就在这个会场里面 手把手的 口把口的 教我们这12个主题 就是说如果你看懂了这间公司 你认可了这个产品 你也想用这个产品 成就你自己 帮助到他人 也许你不懂该怎么做的时候 他列出了这12个 非常含金量 非常高的主题 教我们怎么做 你觉得这间公司的老板15年 已经去到了11个国家 全球有50件分行 你觉得这个老板 林文峰先生 他还需要这样做吗 亲力亲为吗 他需要吗 他根本不需要 这也许就是这间公司 他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如果今天 是你是第一次来到 我们的雷维总部的话 参加到这样的一个见证大会 其实是一个缘分来的 我觉得 你这辈子能够有机会 听过雷维这间公司 应该是你前半生 做对了一些事情 那如果你有机会 听到了铺铁 你吃到了铺铁 你愿意相信铺铁 你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同意吗 真的是 真的是你这辈子 我不是说修来的福气 那么夸张 至少是 这辈子你做对了一些事情 那如果你愿意 再给自己一个机会 你愿意把这两颗小小的 铺铁 吞进肚子里面 让他来告诉你 这个产品 他到底 他跪在什么地方 他为什么命中率 覆盖率可以这么高 那为什么15年 可以去到11个国家 15年在今年的3月份 从第一代 5个成分 现在第6代 12个成分 一直都没有涨过价钱 只是在今年的3月份 刚刚起价 而且还不到10% 我觉得值得给这间公司 这样的态度一个掌声 我非常的有感触 因为新加坡 我06年 已经也带着我最美好的 人生的一段记忆 都奉献给了新加坡 可以是这么说 那么 新加坡 尤其是在疫情阶段期间的 房价呀 这个消费都很高 很多餐厅 但是全世界的这些有钱人 也都来到了这个国家 然后最近也刚刚出台了 就是新加坡买房 从4月26号宣布 从这个印花税 就是Stand Duty 从之前的百分之可能18 涨到百分之20 然后疫情期间涨到百分之30 最近知道多少了 百分之60 很夸张 外国人在这边买房子 26号宣布 27号马上就实行了 所以新加坡很贵 新加坡的法律 政府它都是 为了这个整个的 这个 新加坡的这个 人民越来越好的 所以在这个国家 它什么都在起价 那当然政府这个起价 我们管不到 但是这间公司 这么长时间了 产品很单一 很简单 我们说如果 从事一个行业的话 那产品是不是 要够简单 够容易复制 够容易让你的 身边的团队 对不对 你要带团队吗 容易复制 这才是一个 对的行业 所以选择一个 什么样的公司 不是产品好就能做的 大家同意吗 生意不够大一点嘞 今天 今天我很开心 就是说做歌手的时候 也有面对这么多人 但是其实我们是觉得 不要以为 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的 不要觉得好像做歌手 就没有舞台恐惧症 说实话 有一句话叫做 树叶有专攻 隔房如隔山 可能你在这么大的舞台 你唱歌 你是OK的 但是你拿着话筒 你要拿着麦 上来讲OPP 讲你的故事 那是很难的 不幸大家可以自己上来试一下 所以今天我也是很开心 基本上做无虚习 那么我也希望 因为如果是第一次来的朋友 千万千万 已经来都来了 就可能给这个公司多一点机会 多向你的朋友了解一下 其实在这几年当中 刚刚我们的Amy 我们的大会思议 她有采访我的时候 她觉得 我觉得把我介绍的太好了 我没有那么优秀 就说这几年 其实 当然自己是有改变 每次公司的视频都会说 哎呦 迈向更成功啊 或者带领她的团队啊 怎样怎样怎样 就是我觉得 人生的成功 不仅仅是 财富 健康 当然还有很多别的 就像今天我在 我们坐在后面的 这几位南宁的伙伴 刚刚我们在旁边的 这个茶室 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其中有伙伴还有讲 他在跟他邀请来的朋友 来到新加坡的朋友说 如果不是这一间公司 不是这个产品 我们可能是这一辈子 我们的人生轨迹都不会走在一起的一个人 我这辈子都没有想到我在南宁 我都不认识南宁几个人 我在那边会有一个团队在那边 就是因为这个产品它的沾黏性很高 你可以不需要在那边认识朋友 但是因为他产品好一个一个的分享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然后现在跟他们这些伙伴可以并肩作战 我觉得也是我修来的福气 感谢你们的信任 所以这间公司它有很多的会议 当然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喜欢开会的 我刚刚加入公司 产品吃得好的时候 我的上级叫我来开会 我说我要睡觉 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是天生就喜欢开会 天生就喜欢学习的 但是这间公司它有一群团队 有一群领导人 一直希望你可以成功 一直希望 尤其是我们的林文峰总裁 他在设立这间公司的时候 他就希望可以让每一个人又成功又长久 像我们的新加坡地人 还有我们的David Yu 一直在我们的团队当中都是传说 我每次都听老板说 像David Yu这样的人 说他说这个OPP 说到这个叫 哎呀那个词怎么来的 抽神入化 对对对 我们给我们的David Yu 新加坡第一名 所以说在这个行业 我这几年除了听到这些前排的领导人的故事之外 在我身边也有很多领导人 我亲眼看到他们改变 包括我的上级我们的荣誉领队飞马舞 Nelson Ng 我亲眼看到他们的改变 我也看到我身边团队的改变 还有我们今天的Kevin Chu Kevin Chu是我的旁级啦 也是我们如风国际团队的Kevin Chu你在哪里 后面 真的 有人听到他们的故事都觉得不可思议 Kevin Chu是一个 也是一个 在新加坡叫做阿摩牌 洋人派 对得很大声哦 阿摩牌的 很难被这种直销的公司影响的 对不对 大家同意吗 同意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很喜欢 就是享受生活 很注重生活品质 然后前一天我们在香港见到 见面的时候聊天 他刚从中国回来 因为有些中国的伙伴 他跟我形容在中国的那个环境 住的地方旁边是那种养猪的 哈哈哈哈 洗手间那个环境是很差的 什么虫子啊 苍蝇啊 一大堆的 你想想看就是像这样的领导人哦 本来是很爱干净的 然后就是因为加入这间公司 然后慢慢慢慢的改变 有责任 一代一代的传承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有一个林文峰总裁 他以身作则 所以他不断的教育提醒我们 应该成为心目中 我相信每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 对自己这辈子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都有一个自己的标准 都有自己的一个答案 但是其实道理都懂 但是我们需要不停的被提醒 那么很庆幸 瑞威就是这样的一间公司 他不断的提醒我们 应该成为怎样一个女儿 应该成为怎样的一个合作伙伴 应该成为怎样的一个有担当 有责任的领导人 应该成为怎样的一个 更让人放心的一个另一半 怎样成为一个好的丈夫 好的太太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不断的提醒我们 那么讲到说 如果说今天你们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的嘉宾们 来宾们 你们愿意吃吃的好的时候 想要去 想要去知道这个行业怎么做的时候 他还定期有会议 包括我们在13号 这个月13号14号 在我们的吉隆坡 就有两场非常含金量非常高的 也是在600位飞马奖师当中脱颖而出的 当天呢 我们5月1号这几场 48位脱颖而出的奖师 12个主题 将在13号14号揭晓 这12个主题就是告诉你 怎么样开始 怎么样启动 瑞威是一间什么样的公司 怎么样又成功又长久 怎么样成为人生真正的赢家 这12个主题 我就是代表我们的公司 邀请 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来 你觉得 觉得今天这个小姑娘 有点臭不要脸 有点好练 如果你觉得 今天三位讲师 说到了一点点东西 让你是觉得好奇 让你想更了解 或者你现在正在是一个 Potty的忠实服用者 你想吃一辈子吃下去 你想免费吃 你想帮助了更多人 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我真诚地邀请 今天所有来到这个会场的朋友们 13 14号 我们一起去到吉隆坡 我们去听听 这个全球 在600多位讲师当中脱颖而出的 最后成为那12个主题 每一个讲师去揭晓 我们来看看这个行业 到底应该怎么做 为什么同样是做芮薇 你也做芮薇 我也做芮薇 为什么有些人 他就是可以在短时间 可以成为真正的赢家 我们人来到这世界上 都不应该白来一次 对不对 对 我们都是曾经是那个冠军 对不对 对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爸爸妈妈在一起 你要知道 你是多少颗 那个金子当中脱颖而出 冲到最前面的 你才能有你今天的 坐在这里的存在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生来这个思想 我们都曾经是那个冠军 大家同意吗 同意 所以我们生来就是冠军 我们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好的 为什么可以活得更好的时候 我们不要活得更好一点 我们能成功 我们能尽早的成功 我们能够最快的实现自我价值 我们为什么不要 Why not 对不对 我觉得今天好像 是不是我讲的不太好啊 对 对 对 大家不够清楚吗 所以今天就是诚振的邀请大家 如果 你想 了解这个瑞维界的公司 多多来一点 都是缘分 来都来了 不要白来一场 所以那 今天我也是要感谢 公司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再一次 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 上次站在这个舞台呢 是我们这个二月份的时候 我们瑞维37团队的一场会后会 那么今天也是第一次 被邀请参加公司的见证大会 在这个外面看不到的一个环境 今天我来我也是 我们的美凤姐 美凤姐好久不见到她了 因为之前因为疫情嘛 我回国待了很久 很久不见她 然后刚才 哇真的咖啡也不要钱 我点吃的也不要钱 我说美凤姐不要这样 这样子以后我都不敢回来了 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很友善 每个人见到 都互相鼓励 互相赞美 你可以觉得说 这个环境是假的 大家是装的 但是我告诉你在外面 没有一个人愿意装给你看 对不对 所以这可能也是 我本身是南京人 我很 之前啊 之前 我很不喜欢日本 因为 有一些历史的原因 对不对 人就是这样 你要亲眼去看到 你听说 或者你知道之前 那都是你固有的一些观念 直到后来 我真的去到日本之后 我才会觉得这个国家 很不一样 很不一般 干净就不用说了 比新加坡还干净 然后人很有礼貌 你不管问谁 问路 他都要确保你 到了那边之后 他才会 他还会走开 每个人很有礼貌 做事很严谨 包装盒里面 盒子是什么样 里面就是什么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去看 不要用固有的观念 去 去 觉得 一个行业 一个民族是怎么样的人 所以 我们 多给这间公司一点了解 那么 今天也是 很高兴 我听说有点超时的 不好意思 人就是这样 来这个舞台上呢 又害怕 然后呢 上来之后呢 又不想下去 好的 那么 今天 我觉得 说一千道一卖 就是希望 大家可以多一点时间 多来了解这间公司 我希望 我们可以都在 5月13号 14号 我们都可以在 吉隆坡见 好不好 我们今天表演 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